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仔 我是希哥 我们是HAY FIVE 今天讲傍晚新闻 傍晚新闻本来不讲天气 但也要讲一讲 今天天阴阴真是个人很累 濕气重 而且不够阳光 令人的从果体 发放不了正能量出来 你知道要曬下太阳才行吗? 一天阴就累了 又有点风,又凉凉 眼睡,说完就快睡觉 今天这个 肺炎有7宗的输入个案 有5个是有变种病毒的 隔一周再没有本地确诊 今天是零确诊的,就是本地 非常之好,成绩 没什么要说,有什么要说 突然间卫生署跟你说不说了 打针那些有没有事的 就立刻真的没有了,新闻 说明给你听 那也挺好 假期也没有多了 对了,多了那里真的没有多 那针那里有没有事呢? 跟不上大家,没办法了 对了,说一下其他的新闻 清明节 这个屯门叫做曾咀音场 启用后就首过清明节 很多人就分批去拜祭 刚才听声音机说到 有些大家庭40个人 大家庭就分了四人一团 分十队上去拜祭 对了,分开了 但有些就说怎么封路 那些老人家就说走太多路了 他说我们这些年纪 回到腿都痛了 就说政府有些地方做得不好 都是要不断去改善的 也要出声的 不然他觉得以为自己做得很好 那说一下外国的先 英国那边,刚才说到有些东西做得不好 我们民主的社会是可以自由发声的 英国就多地示威 抗议抗大警权法案 爆发冲撞和冲突 哇,真是厉害了 搞到很大场面 警权过大 我刚刚在网上看到 那些人说他移民到英国都不太赚 他说为什么呢? 去到经常被骗钱 他说英国有种族歧视很严重 嗯,对啊 将收据收同一件货收两次 对啊 他说搞到要出到门口查查 查完才敢走 他说经常都发现 还有有时候 他说赚钱给你 譬如是赚9磅 他说赚7磅给你 有2磅自己带了下袋 他说欺负你们的华人 很多人说因为过英国移民 现在这边都乱了 看到冲突 示威 多地的 不知道 可能英国 我感觉上也不太好住 只是感觉而已 我不知道 有些人容易受天气 就是天阴阴 又会不开心 那些就不太适合了 好像长时间都是阴阴的 英国长时间都是这样的 再说外国的消息 澳洲那边新任的国防部长 叫达顿 他否认自己是鹰派 知道什么叫鹰派吗 鹰派是一个强硬态度的政府 他说自己不是 但是这个消息就要听了 澳洲那边 称能够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哇 哇 哇 那突然间是 上了一个level 不是鹰派的问题 哇哇哇 大家听到之后 哇哇 澳洲那边现在就是这样的 就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 你要知道他有多少朋友 和有多少敌人 澳洲那边现在有朋友 都会打band 有很多人移了去澳洲 因为那个 之前有些优惠政策 哈哈哈 可以延长一些 本身已经在那边的人居留 哦 不要紧了 这个世界 不是合作就是敌人的 敌人都未必是好的 合作更加就不知道了 那就看你好不幸 其实你就算住在中国 也有些人开心 有些人不开心 这个世界哪里都是一样的 都是 那再说 你说中国那边 看到有个新闻就说 浙江舟山海域有渔船沉没 就多人堕海的 那也是一个意外 就至少12人死 就4人仍失踪的 那就说 那10个人留下来 12个人留下来 就没有生命迹象了 那还有些人不见了 那就是渔船 其实那些渔船都经常出海 但是依然是沉没的 那我相信就是 大风浪挂 还是怎么样 它是没有射 没有射 没有射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总之告诉你 浙江舟山海域有渔船沉没 那也算是大件事 是 那你一辆火车都死50多人 之前 那现在你一辆渔船沉没了 就16个人 是的 12个死了 4个不见了 那也是的 都是严重的 就是伤亡 那报新闻要和大家说一说 那接着就是香港的消息了 逐样说 那由这个射沙咀重庆站 这个商场的钟标店就租爆隔 那保安醒目 及时发现 那四个男人就断正被捕 那说见到他们在拉那个钟标店的闸门 就半开 那里写明说这个长假期他们就休息 那保安就立即报警 及叫那个女负责人来 来到就断正了 那警察来到什么事 哦 是这样的 是的 这个保安挺醒目的 对 是的 再说 除了这些浪舍之外 其实香港有很多的贩毒 那 不知为什么这段时间真的很厉害 这段时间 那些警察是 这段时间他说 警方破获 就是昨天的 就是今天这个新闻 警方破获706公斤的可卡恩 价值9亿3千5百万 哇 9亿啊 9亿3千5百万 哇 他说警方分别在沙田和秀茂萍 破获这个贩毒案件 检获毒品约9亿5千万 就说 拘捕三名本地男子 各被控一个贩毒罪 这些三个都终身监禁了 我的价钱太大了 实在 那量太多了 你70斤都夸张了 700多斤 是啊 其中一宗 就说 警方检获706公斤可卡恩 就是9350亿 不是 9亿3千5百万 神经病 是2011年以来 破获最大宗的可卡恩案 警方相信他说 受疫情影响 他说 蚂蚁搬家的运毒方法不再可行 贩毒集团要改用其他方法 就一次过把大批的毒品走私到香港 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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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之前好像是2千万 对 一想到9亿 我的眼界都接受不了 对 这样说 除了这些之外 这一宗应该会是头条 土瓜环老翁 手机爆炸 空口烫伤 宋远 什么机 6.7 你6.7 很多人想说 很多人想知道 土瓜环 一名老翁 中午因手机爆炸 又导致受伤 又宋远 他没说 没说 但只知道 这个老人家 他在码头围道 一间老人院里住 是 突然间手机爆炸 令到胸口烫伤 不知道 真是不知道 你知道老人家有时候都上网 现在很难估 已经是 去了伊丽莎白医院治理 警方正在场调查事件 希望明天会有什么型号的手机出来看到 暂时没有说 就是告诉你爆炸 无端端的 是啊 挺恐怖 因为恐怖在那东西你经常拿着 经常看 是啊 经常戴着定时炸弹 炸熟了 不知道怎么说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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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看一看 之前有个说 充电就是iPhone都好像 很难说的 哎 是的 之前我买过那些 尿袋后备电 那些 然后都会用了几年 就会涨 哇 好害怕 好害怕 是啊 真的挺恐怖的 再说另外一些新闻 就说 疑似黑帮的成员 违限聚令 在元朗酒楼摆大手 警方就说以申请调查令 就调查该食肆 有没有发告票给人 看看有没有 看看 喂喂五千有没有 有没有 好像就没有了 有没有 他没有写 是啊 我的朋友说得对 我的朋友说得对 他说 我之前说 弄车 改到大包围 不行 他说 哎 他可能见你公仔佬那些 阿sir未必会告诉你的 哦 是啊 他这里真的没有写说他给告票 他就违反了 那个条例 就检控 但只有检控那个负责人 但是之前有些一进去 就毁毁五千 当然是 这件 这件 我不知道有没有 看漏了 我看完整篇 就看不到他说 罚款 没有 暂未有人被票控或拘捕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那这件呢 就有了 李大联缩音乐会 115人 租票控 就犯罪 就是犯了限聚令 公下单位举行 四名学生 搞手就被捕 就疑似黑社会摆大仇 就无事 学生哥就犯票控 是的 票控了 115人 那这里都多钱的 加加埋域都说 5万 不止 5千元一位 100多人 哇 很夸张 不是几十万 是的 但是元朗那边 57万5千 哦 五十多万 就是几十万 但是元朗那边就没有 是不罚的 是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跟传闻一样呢 传闭是什么呢 不知道呢 大家自己知道 香港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 有报纸的嘛 你这里说的那里 没有人票控 转头 哇 罚了115个学生 真是嚇死人了 哎 真是 有时候那些人说 什么 年轻人也是罪的 哎 哎 真是 伤心了 那先说一下 昨天就说 有人吃到老鼠头 在那个撒利亚 那呢 今天就说 有人在柴湾 一间米线专门店 就买薯粉 那回家吃的时候 就发现有蟑螂 哇 是的 跟着就说 就想下去就找晦气了 谁知道那间店关了门 哈哈 那跟着呢 就去向这个食环署 就作出投诉 是的 这样的 柴湾米线专门店是哪一间呢 他这次呢 他又不爆名 他这个报道呢 也有爆上次呢 清衣长发商场 撒利亚的 但是他就不说 今次这个米线专门店是哪一间 又是大小超的 你这个世界 就告诉你了 是 应该也要报上的 就是 你撒利亚的 你这样抽两条新闻 所以这条有蟑螂 你又不说的 是不是 放上Facebook嘛 是 不可以这样的 那么 再说最后一个小小的提示 这个都是新闻来的 那么有研究指出呢 劏房 环境光线不足呢 就会影响学童视力 不只是劏房的 大家如果看东西 上网看片 记得 那些灯光就要亮一点 如果暗的话 可能会让你散光 或者各样的视力问题 那其实是的 我自己弄暗的灯 我就睡觉了 但有时候人们说 失眠睡不着 基本上就是 把手机的光抹住自己 所以希望大家 要看手机 就弄光一点 这个地方 暗的时候 就用来睡觉 那你就不会有失眠的问题了 今天时间差不多 谢谢希哥 好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铃铛 回去下留言 不订阅点赞 做事的时候就亮一点 睡觉就暗一点 拜拜